李生志感觉妻子越来越烦人 发福的身体 不求蝙蝠的行为 哪还有一丝吸引力 李生志躺在床上背对着妻子 难道就和这么个女人共度余生 妻子坐在床头开心地看着电视剧 看到好玩的地方就笑得人羊马犯 还要戳一戳李生志 李生志闭着眼 突然一阵天旋地转 李生志从一个镜面调出 是一个音乐厅 这是做梦了吗 不用抽自己大嘴巴 李生志清晰地意识到 这个